以佛陀慈悲的精神,景物禅室,长期关注青少年儿童问题 以佛陀慈悲的精神,景物禅室,长期关注青少年与儿少的关怀服务 那么我也是刚到我们岗山景物禅室 那么会来到这里的姻缘,是因为现在的主委,还有我们所有的委员 对佛教的慈善事业跟我的理念很相同 那么一直以来我们对青少年还有儿少服务 一直在岗山这个地区贡献很大 配合我们社会局举办客户的辅导 还有东夏令营的儿童的夏令营 所以在这一方面,在我们岗山地区 算一直以来对这方面都一直有在努力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姻缘 所以我答应带我们景物禅室来接这个带领 那么我们明年度也一样有很多的活动 那么我来这里就希望说 希望说借着这个儿少的这个照顾 还有这个孝道的红传 所以明年我们就是把育佛节跟母亲节合办 那么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我们以这个弘扬孝道来启发青少年 这种帮长辈,帮父母,帮爷爷,帮市长来洗脚 那么我们一方面就是配合预余佛 把我们这个人世间这个佛佛再给他预佛 那么一方面能够效法我们佛佛的精神 能够把这个佛法能够发扬广大 原始法师特别重视孝道的红传 特地将母亲节与育佛节合办 以帮亲人师长洗脚的活动宣扬孝道精神 十方新闻黄慧如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